榮獲金馬獎六項提名的電影《Cano》 電影中嘉義高中的棒球隊以及加農棒球隊 曾經有一場因為雨而中斷的比賽 在延賽了80多年之後 終於在國慶日的這一天 在勢力棒球場原地舉行復賽 現場是湧盡了3000多名的棒球迷 一起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在嘉義市場黃敏輝投球 Cano導演馬志祥打幾下 揭開由加大棒球隊的代表前身 加農棒球隊與加中棒球隊的這場 Cano未完成的賽事 80幾年後同樣加中跟加農就在這裡 現在沒有下雨了不會陰雨中斷了 我們把80幾年前的夢再繼續完成它 這就是永不放棄的精神 看到這些隨地能夠再延續前輩的 這些棒球精神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 心火相傳的精神 球場上球員們展現奮戰不懈的運動家精神 政府跟民間一起齊心 回顧那個 前輩帶給我們的榮耀 有了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繼續往前進 我們藉由認識歷史可以得到 繼續向前進的力量 棒球它最基本的一球入魂跟永不放棄 真正能夠落實到我們嘉義士 每一個小朋友的心目中謝謝 一早就有許多民眾前來參加國慶升旗典禮 和言馬志祥也到場幫球員加油打氣 一同見證卡納 加農與家中的這場 市集之戰 新航亞太電視林月土幫亞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新航亞太電視 新航亞太電視